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文关怀教的是为人处事之道 从中受益良多 而反对者却对经典教育抱着许多怀疑的态度 认为经典教育只是一种封建复古 落后过时的教育方式 在当前教育现代化的形式下 孩子们还有必要从小读经吗 读经教育是否真的值得去广泛推广和实践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就是一位有着十多年经典教育的实践的教育专家 就请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经典教育 张凯 山东卫视天下父母大讲堂讲师 经典教育培训资深讲师 赤丰经典教育中心 百合童子实验员负责人 一气呵成经典诵读法创始人 张凯老师长期以来 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并身体力行实践经典教育 通过对西方大脑科学理论和中国胎藻教史的深入研究 并结合自身教学实践 总结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养之道 好的 那么此刻呢光临 我们沟通现场的嘉宾啊 就是经典教育专家张凯 张老师 再次欢迎张老师的光临 欢迎您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其实讲起来 这些年 特别是两三年前 开始这个兴起了国学热 比如从于丹老师的论语心得开始流行 然后各地大学开始新建国学班等等 所以这里相对这些的表象 应该说在成人领域 包括大众传播领域 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 但是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股这个经典之风啊 国学之风吹到了孩子的身上 我们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理念 认为真的我们的经典的传统的教育 应该从孩子开始 大家知道国家大师南辉军 他在香港成为一个 ACA的一个文教基金会 他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重整中华文化断层工程 这样一个也是一个 类似于经典四国的一个教育 也从香港开始 也波及到咱们大陆 事情就这样巧合 就是在我们大陆95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九个文化名人 曹宇 冰心 赵文初 于秋宇 这九老 就是在95年的第八届政协会议上 以016号正式提案的形式 向全国发出了一个 关于建立古典幼年学校的 一个紧急呼吁 这个呼吁有这样几句话 非常重要 就是我国文化之悠久 以及在世界文化史上 含有七匹的连续性 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一条 从未中断 从未枯竭的长河 也是我们民族的心灵的庞大载体 也是我们这个民族 屡遭重大灾难 而没有解体的坚强纽带 但是时至今日 这条长河就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如果认此文化 在我们的下一代消失 我们将是民族的罪人 历史的罪人 希望在我们的晚年 到古典幼年学校走一走 看一看 其实这九老啊 以非常焦急 非常迫弃的文字 发出这样一个紧急会议 因为它是在政协会议 也提出 所以说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最高层的领导的注意 所以大家明显感受到 从江湖民主席 提出了以德治国 甚至提出审论口号 就是出洪洋民族文化 培育民族精神 这样的口号 一直到我们孔玉涛主席 实际上提出来这个 这个八容八尺 其实都是 跟这个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就这样 在这种大背景下 中国我们大陆这一块经典颂读 就迅速普及 尤其虞丹在中央内容 才讲完这个论语啊 之后 在 不光在我们中国的一些的大学 开办去了 这样的国学的专业 而且在国外的孔子学院 一所就一所的这样建议 对 现在已经建了 就是据说是已经两百多所了 在国外建的孔学 所以说 中国文化的热 现在已经从中国 已经热到全世界 这样一个 现在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了 那么 何谓儿童读经教育 台中师范大学 与教系的王才贵教授 这样为他定义 教育 应该从读经开始 要利用13岁以前 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 诵读中国文化 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 提升文化修养 以健全的人格 道德和智慧 投身于社会 从1994年开始 王才贵教授就在台湾 发起了青少年读经运动 已经倡导 便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后经诸多有识之识的推动 从台湾到内地 乃至全球华人社会 纷纷掀起了 儿童读经活动的热潮 而王才贵教授 也被称为 儿童读经教育的首唱者 儿童读经教育理念 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 教学时机 儿童时期 二 教学内容 人类最高的文化经典 三 教学方法 诵读 就看了王才贵博士的一个 经典诵读理念光盘 看完出道很大 就开始做这个 推广普及工作 一方面做这个横向的普及工作 一方面自己也搬起了 就这样的这个 就是诵读经典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幼儿园 这么长一点时间 有不断的会有家长给你来咨询说 比如我的孩子要来读你的班 要来上这个读经教育 有什么好处 我相信所有的家长来 都会问你这样同样有个问题 我的孩子上了这个班 读了这个经之后 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育 关于经典教育 这个就是读读完之后 给孩子带来的益处 可以说非常非常多 有这样几点 非常非常的明显效果 第一个就是这个试字效果 就是实际应该确确说 认字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能够连续读上 那么一年到二年 甚至三年经典的孩子 他的试字就是 基本上一年到一年半 对到二年 肯定就过认字这一关了 所以说王才贵博士 把这个认字 他总结成叫煮汤圆式字法 就像我们煮汤圆 我们过去认字 就是把一锅开水煮开了 盆丢进一个去 煮熟了老出来 然后再丢进一个煮 我们把一袋都放进去 把经典送赌这个认字就不了 就是把水开了 就这一锅汤圆倒进去 一起就煮熟了老出来了 我举个例子吧 就是你讲上读论语 论语大家知道 子曰子曰非常多 第一天读完这个论语的孩子 肯定认识至少两个字子曰 所以说我们管读送经典 这种认字方法 叫做煮汤圆式字法 非常非常快 基本上一年半到二年 全脱忙了 就是认字这一关 认字观就过了 认字观我这一年 一个很大的体会 就是在幼儿节的 如果能够很早的 把认字这一关过了之后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开始阅读一些儿童的书籍 就很快的就把这个阅读 这个习惯就培养出来了 但现在都烦恼 这个大孩子白爱读书 其实现在从这个读送经典 这个认字这一块看 大孩子你看小的时候 我们看他小的时候就知道 在幼儿园这个阶段 他多数都是看电视啊 看啥 你看电视这种动感的彩色的画面 对他刺激太多了 相反等到大了之后 我们用这种固定的 黑白的这种画面 他就不感兴趣 对读书就失去了兴趣 那相反在幼儿节的 如果通过读 地底规亚三字经 甚至签字文字上的书 孝敬让书 他不但得天天指着字认的时候 就很快把这些字认起来了 当然也可以结合一些 其他的认字方法 孩子很快就过了认字观 所以我常说 就是幼儿教育 其实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先教会他认字 会不会写都不重要 只要他能认 能认就能读书 能读书就出来阅读习惯 一个海洛 如果在幼儿节的 培养出这个阅读习惯来 其实海洛这一生的读书 你都不用去 根本就不用去操心 所以说你认为当才那种 就是开水煮汤圆的方式 只是让孩子过认字观 其实很多家长说 他很多说走嘴不走心 他读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 先没有关系 先认字了再说 很多家长认为 我们成年人都不懂的东西 小孩子怎么懂呢 这样死机硬背又有什么用呢 那么所谓的死机硬背 真的没用吗 是否有权威的观点 对此做出解释呢 根据右脑开发权威专家 七田真博士的研究 人的大脑分为左脑跟右脑 而左右脑的运作原理 是不一样的 左脑的思维方式 是先要求理解 在理解的基础上分析 总结和记忆 常年人就是这种特性 儿童则用的是右脑的思维方式 即不需要先理解 只要机械的大量输入信息即可 一个人的理解能力 是随着生活阅历和年龄的增长 得以逐步稳增的 记忆力发展 则只有从零岁开始至13岁 为一生记忆力的最高峰 所以让儿童在零至13岁的记忆黄金期 选择四书五经 沙翁十四行诗等中外经典 给儿童反复送读 正是符合儿童时期大脑 海绵式的吸收特性 在大脑的浅层和深层 都分布着一些能力和学习回路 人们通常使用的都是浅层回路 大量的朗读 背诵 可以有效地刺激脑细胞的生长 加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 形成新的回路 大大提高记忆力和学习力 所以在儿童时期让孩子赌金 不仅符合儿童的先天特性 还极大培养孩子的阅读 学习兴趣 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奠定一生所需要的智慧基础 其实我们从整个儿童心智发展 这个过程看 人其实在一出生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去恰到时机的去利用 那随着年龄增加 大家看就泯灭了 记忆 小的时候肯定是最好的 没错 随着年龄增长再下降 可能说年纪大了 记不住了 这也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会很相信 就是学语言 你看成人学语言 尤其学外语 是不是觉得特别难呢 对 坑齿坑齿的 但是你看一个海洋的学语言 是不是很简单 不知不觉就学会了 特别我在内蒙地区 我更熟悉就是很多 男的是蒙族 这个女的是汉族 他俩结婚了 结果他家海洋长大之后 汉语蒙语说的都特别低道 不知不觉 他也没觉得难 可能你看 一个海洋在小时候 学语言这种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说通过一个海洋 这样的心智发展 我们总结了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学习理科类的知识 一定要随着年龄大了 再去学 但是我们学习 这个人文艺术 这一块的科目 恰恰是在越小的时候 去耳濡目染 学习的非常简单 所以这也是很多家长 比如给孩子学钢琴 这个小提琴 美术什么 这些都要从小打基础开始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哪个区分肯定 就是把这个音乐 或者是这个人文的这种熏陶 和教知识 一定要区别开 知识一定要大了些 但是熏陶 人文艺术这块熏陶 一定恰恰在小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吧 你假设想培养一个音乐家 一定在他活用的时候 就开始给他 中外这些古典音乐给他听 等出生之后接着听 那么出生之后 他又听了这么一年两年三年 其实在这一个人的内心当中 已经有了极高的这种音乐的素养了 当大了 你再教他什么贝德芬 哪篇哪个乐章 演的是什么 那就属于音乐知识 所以说我们教孩子 如果我们在小的时候 这种耳濡目染 等到大了 我们再教他一些音乐的知识 或者再教他那些弹钢琴 手风琴 那属于那种技能 这样他就很可能真正成为一个音乐家 同样画画也是如此 你要画画一个孩子 如果在娘胎里 妈妈就天天看名画 出生之后 天天让他看名画 那三岁之内 按照王才贵的说法就是 一张名画 在三岁之内 看过三遍 中生不忘 在他的内心里 就见起极高的美学素养 那这个孩子 那种美学素养 什么是美啊 什么丑啊 什么善什么 在他内心已经就有标准了 所以等长大了 我们再给他讲这个画的技法 其实他就很可能就将来就能培养出 很容易培养出 所以同理来类推 对于孩子这个经典教育这方面 先培养他的素养 恰恰是孩子在13岁之前 要大量的去学这些人文艺术这些科目 等到13岁之后了 理解力见强了 我们再去学习数学啊 物理啊 化学 我不知道您有这样体会没有 就是生上初中了 突然想起来 我小学数学 我那时候咋那么笨呢 如果我现在回小学去 我肯定第一名 所以说每个人可能都有这种心理历程 当我们升上高中了 高中理解力越来越强 很多自然就会了 初中的时候我咋那么笨呢 如果我现在回初中 我肯定第一名 所以这道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理解力坚强 所以说看这些理科类的知识 就变得非常简单 所以说按照这种就是认知的理论 我儿童之手有五大天赋 就是刚才咱们提了的 强大的记忆力 有微妙微笑的模仿力 还有海门式的整体式的吸收能力 还有不厌其烦的反复能力 再一个就是孩子千万不要拿小孩 当小孩看 就是他有高度的那种领悟能力 和深度的直觉 爱和乐 爱和乐 让我轻松育儿 轻松育儿 赢得财富 赢得财富 人生成长 人生成长 通告 厦门市爱和乐教育服务中心 常年举办 一 加盟合作交流会 二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班 欢迎有志于家庭教育 早教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 报名参加 报名热线 0592-3889-688 0592-3889-688 人生旷位 用心品位 沟通 零距离 音乐读经 即在胎幼儿时期 大量的听 古今中外 著名的古典音乐 这样 不仅能刺激加强 胎幼儿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开发智力 还能奠定 一声优秀的音乐基础 和良好的性情 美术赌经 则是在胎幼儿时期 欣赏大量的高雅美术作品 幼儿大脑 是图像记忆的脑 一幅幅高质量的美术佳作 整体映入幼儿的大脑 为其一声 奠定良好的艺术基础 而文字赌经 则是大量朗读 背诵王财桂教授所说的 古今中外的经典 看到很多朋友 用经典来做胎教 我觉得很玄 我觉得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哪有这样子 那后来看到朋友的孩子 出来以后 真的非常的乖 一出生孩子的眼睛 就像那样 六个月的孩子的眼睛一样的 那后来我怀疑以后 每天就是读读老子 还有论语 那我的 就是说平常还把这个CD 我放着 那孩子在听 然后睡觉的时候呢 我也一样这样开着 反正声音比较小 那出来以后 我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乖 从出生到现在一岁多 戴起来非常轻松 都是一觉到天亮的 而且人家看到我的孩子说 你的孩子都是 别人不爱的话是不可能的 他说太讨人喜欢了 这就是我这可爱的儿子 其实现在我的孩子 一看到这些书啊 他就很爱读 我们现在也是每天 陪他读一个小时 读论语 读道德经 还有孝经 这些的 我觉得很开心 其实很简单 能让我们的孩子 变得这么聪明 宽转弯 不处人 直虚气 如直淫 陆虚事 如有 经典就是我们古代圣人 写的这些 宇宙人生的这些真相 它是最纯粹自然的东西 那儿童心灵 恰恰是最纯粹自然的 所以他可能对经典那种默契 可以说他就读到 他生命的深处 所以他年龄的增加 阅历增加 可能对经典那种感悟 是他一生 都会影响他很重要的 这是深层的 另外表象的 你刚才说过 第一个 他的十字能力会大大提高 十字能力提高了 除此之外还有吗 第二个就是 他的 对他的这个记忆 和理解这一块提升的 也是非常快 就是能够认识真真 连续读三年的孩子 他的记忆率 能够成长几倍 甚至几十倍 甚至有的孩子 能够达到 过目望 以前我们说的 那个过目望 只是在那个小说里 电视里的看了 就这一年实践的孩子 其中有百分之四十的孩子 能达到过目不望 这个过目不望 并不是说是这个 这一个人 就是就像电视里 我看一眼就记住 其实现在我们理解的 过目不望 就是 你也想说 他读了三年经典 还有他的记忆 就是拿过一篇小学的 那个文章 他可能就是反复读上 那么三五遍 合上书 一个字不差的 历利提高之后 对于海欧一生的学习 就变得非常轻松 电脑库里有东西了 全部在储存 就是我们从小 在小时候储存那么多东西 到时候我们长大了 可以说四十五年来 一按回车键出来了 就像现在我们 你看写个东西 挖扑心思 想不出一个词 对他们来讲 那就太简单了 就是从记忆库 拎取这些词出来 随便便便就出来了 你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好 第二个就是 他那个不光记忆力 理解力也会大幅度的提升 你看刚才咱们 看那个图的时候 他要到十三岁 理解力才开始提升 其实我这一年发现 就是读宋经典的孩子 他的理解力 就是那个年龄 能够提前 那我就拿去年毕业的孩子 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就是他们因为在 开始能够 就开始能够上学 其实一年级的课程 有人数学 不管数学 已经都读完了 因为在我们幼儿园里的 就小学 那所有的语文课本 其实在我们幼儿园 还是阅读 就课外读物 就作为课外读物来阅读 其实他们已经 把小学一年级的那个书 就没什么嘛 字都认完了 其实一年级的语文 没什么 数学 数学 因为他理解力强了 一跤也就都过去了 但是他们毕业之后 就开始从二年级的课程学 一年 就是到今年暑假的为止 他们就把四年级的课程 就数学 已经全部都学完了 为什么读经典的海欧 对他理解力帮助那么大 你看所谓的理解 其实就是我们大脑 进行思维嘛 那思维 大家想想 思维 我们必然要遇到 用到一个工具 就是语言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人类 离开了语言 我们如何去思维 就不可能有思维 虽然我们有大脑 这是一个物理基础 但是思维 接触的工具 其实就是语言 那对一个幼儿来讲 一个或者是一个少年儿童来讲 那就他接触什么样的语言 就影响到将来 他有什么样的思维 甚至他的理解 所以说如果有 海欧 大家想一想 从娘胎或者出生之后 接触的全是 小猫叫 小狗跳 小老鼠上等胎 那他接触的 就是这样的语言 那相反 我们如果从胎教开始 我们就是子约学尔 是一只 道可道非常当 守孝体 刺锦心 范艳少二青 我们接触这些 经典的语言 那么同样 长大的一个孩子 我不用我说 你说学和 学小猫叫 小狗跳的孩子 他的语言能一样 对 语言其实是不同的 他是天壤之别 而且经典 这些经典 最大一个特点 我刚才讲 就是他的思想 是正确 所以说他从小 就有这些正确的思想 装在他的那个 硬件里头 就是他的硬盘里头 那么这些经典的 又是最优美的 最简洁的文字 所以这样的 这么优美 这么好的语言 这么正确的思想的语言 装在他里头 所以对他将来 未来的思维 理解 影响非常深远 这些书读完了 大学中庸 地图为论语 其实就是几万字 甚至七八万字的书 装到脑袋里头 你想记忆力不好 都很难 记忆力成长的孩子 再加这么好的内容 理解力 自然就跟着就成长 所以你看一个人 一生的学习 其实最受益的地方 就是得以记忆和理解 这两个能力提高 其实对孩子学习 其他科目 比刚才我提到 不管是背外语也好 学数学也好 学物理学化学 包括历史地理 其实都变得 非常非常轻松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说 你看现在孩子 本来负担很重了 你在让他读经典 那么孩子负担更重了 其实恰恰相反 越是负担重的孩子 你如果把经典学了之后 他的能力一下提升了 那相反 他学这些知识 就变得非常简单 非常轻松 你看第三个 就是文化治疗的效果 就是大家知道 今天这个由于泡沫产 或者是后天 这种锻炼不够的孩子 多动啊 自闭啊 甚至有一些 这个出生之后 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导致的这个 治理性 有些稍微有点障碍 这些孩子也是 这样的孩子 也很多 但是通过读经典啊 包括正常的孩子 对他的这种 注意力的提高 这一块很多孩子 坐不住啊 站不住的 其实就是他的注意力 不集中 读一本地子归十分钟 他的注意力 在读寸过程中 就能够定下来十分钟 读一本大学 将近二十分钟 他就能够定下来 二十分钟 那我们读一本中 用三十分钟 他就能够在那定下来 三十分钟 他让一本老子 四十分钟 一本能语 一个多小时 所以孩子注意力 就从十分钟 二十分钟 能够读到一个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现在很多孩子 就是能够读到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都在那不动 这真的一般成年人 都很难做得到 你说让我真的 坐下来 然后充分地发挥 自己那种 很强的专注能力 一小时 都做不到的 当然小孩 他就是养成习惯之后 非常认真的 能够一点课读下来 有一次 就是让我很意外的 就是有一次 晚上上自习 我们有一个班的老师 都已经晚上 都九点多了 他还在领着孩子读 我今天教室 我说你看看几点了 因为那个钟 挂在他上面了 这样看 这还不到点呢 因为这样看钟 肯定看错了 他说不到点 我说你看看都几点 其实已经超了 一个多小时 天哪 这孩子还没有 结果那孩子 跟着老师 孩子再认真地读 我以为这孩子 你看超了一个小时 肯定很累 当时我说 你们读书累不累 不累 我喜欢读轮语 我喜欢读老子 就是幼儿 一旦专注力养成 他读书 真的能够达到 跨越时空那种 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注意力 影响特别特别深 所以对于许多 这个多动 自闭 对孩子有很大很大的改善 所以既然说到 这个儿童送读经典 会有这么多的好处 包括对孩子的 记忆力 思维 理解能力 等等 各方面都会有 很大的一个益处 那么究竟 多大的孩子 适合就开始 送读经典 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 什么都是赶早 越早越好 其实通过这些实验 应该就是从 胎教育该开始 这个一个怀孕的妈妈 能够她自己 去读经典 你看她自己读经典 肯定她那个声音 影响的胎儿 然后妈妈读累了 爸爸读 爸爸读累了 让那个CDG CDG去读 这样你看 这个孩子就在这个 阳台里听了 十个月的这个经典 等到出生之后 再继续读 所以等她一周岁 张开嘴的时候 可能就是自曰 学而失去之 所以说 就是这样的环境 我实践也有这样很多的例证 其实我们看看古人读书 几年 十年寒床 满腹经轮 能够学到治理天下的文明 我们近年读书十年 甚至有的人读上二十年 一篇文章写出来 另外大家看一看 你看看近代的这些 咱们不说远处那些大家 整个历史上那些大家 就看看我们近代 你看这个 从政的这些领袖 这个孙中山 毛泽东 邓小平 再看看从武的 像陈毅彭德怀 这些大将军们 再看看学文的 这个鲁迅 胡顺之 林语堂 梁石秋 那同样学学 学工的这些个 杨振宁 李正道 包括这个苏文青 这些个 这些个 在理科这些科学家 其实他们小时候 都有非常坚实的 这个传统文化 和这个经典的功底 所以说我常常就反过说 如果我们把这些人 刚才我提的这些人 把他们读经典 读学习传统化 这个底座拿掉 他们是不是还能 成功一代领袖 一代名将 或者一代文人 或者是成为 这个科学家 那个科学家 就不可能 所以说在我们 整个中国的历史上 来看 我们整个中国历史 其实就是经典教育的 一个非常成功的 一个历史 所以说我们中国几千年 无论在政治上 经济上 科技上 遥遥领险 那恰恰是从清朝开始 我们的文化开始 到清末 一直到今天 读经的四要领 一 及早读 从开教开始 从今天开始 二 老实读 读真正的经典 不游戏 只是读 三 大量读 字数多 变数多 时间多 四 快乐 前三者都做到了 就快乐 但是我这些年 通过做经典教育的体会 就是对于儿童品性的培养 其实最重要的是 还是我们成人 就是我们家长的一块 和老师的一块 我们的品性真正提高了 所以说我们孩子自然 就在我们的营养下就好了 其实有海鸽 什么是教育 其实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以身作者 就是教育 就是我们父母和老师 给孩子做出示范 孩子自然都是好孩子 有个图 大家可以看出来 你看 其实我们上面这些 我们的树冠 我们的孩子也好 财富地位 名誉 其实都是树上这些果实 那这个树干 其实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和老师的 那根其实上 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和老祖的 我们现在很多父母 就是把营养都交到这个树上 树头上都交到果上 根全没人管了 其实教育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作为父母也好 作为老师也好 我们一定要把营养交在根上 其实根就是我们爷爷奶奶 还有我们的老祖子 也就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命脉和文脉传承的根本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家长朋友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父母 其实孩子自然就是好孩子 对于我常说那句话 其实孩子不用管 全靠德行感 对 身教大于原传 对 你本身就是孩子的榜样 你本身做的也是最重要 我不知道也许现在电视机前 某些家长们在看说 真的真的孩子太忙了 我们没有时间给他送过去读 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 也让孩子受到这种经典教育的熏陶 比如在家可不可以 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不可以 在家庭里边 其实经典读的也非常好 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亲子共读 就是能够爸爸和妈妈 或者爸爸妈妈一起和孩子去读 这样效果是非常好的 同样还是爸爸妈妈做孩子的榜样和老师 你别说爸爸妈妈在玩麻将 孩子说读 不可能的 现在就这样家庭很多 爸爸妈妈得来看电视 你去学习一下 其实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做父母应该给孩子营造一个 就是书香氛围的家庭 无论从家庭的布置 我们还是读的书去 就是我们父母一起在读经典 孩子自然也跟着你读经典 那么幼儿其实就更好了 我们父母陪着孩子一起读 或者孩子再小了 我们父母读给孩子听 说对这样的群体 我们用这种方法其实也能读来 读经除了知道原理 掌握方法外 对读经教材的选择也至关重要 根据王才贵教授的理论 读经教材的选择必须具备 首先不要有插图 汉字就是一幅幅 丰富多姿的图画 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这样大字白文的经典书籍 跟到处都是卡通插图的 其他的读物比 更有利于孩子专注力 和阅读品味的提高 其次要有评音便于诵读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经典教育 是我们祖宗流传下了几千年的教育 对我们的国家民族 其实影响非常深厉 我常常说这样一话 经典教育是讨出大气 读就人才的教育 也是所有老师和家长的责任 也是教育主动者 应该慧眼东间的远眸 大人也开始读经典 我们的普通亚的孩子也读经典 我可以说一年 十年二十年四十年之后 我们中国会产生大片的人才幸运 也会产生各个领域的天才的群体 好 所以节目最后再次也谢谢 我们的教育老师 谢谢您 谢谢 爱和乐 爱和乐 让我轻松育儿 轻松育儿 赢得财富 赢得财富 人生成长 人生成长 通告 厦门市爱和乐教育服务中心 常年举办 一 加盟合作交流会 二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班 欢迎有志于家庭教育 早教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报名参加 报名热线 0592-3889-688 0592-3889-688